现在的话是不是要把IPTables和Squid一块结合在一起 做成一个较完美的 不是说完美 就是较好的一个上网的方案 对 那看一下就是这个图 看下这个图 我们的数据包通过这个网关的时候 如果什么都不做 意味着这个数据包在生成的时候 它的IP地址是一个死网地址 数据包目标地址是一个公网地址 就是我内网的一台机器 如果要是在我的这个木认网关啊 或者我的这个路由器这边打开IPFOR的情况下 这个数据包肯定可以通过这一关 又可以通过它的话呢 在互联网网上传递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目标地址是一个正常的公网地址 对吧 传递到这边了以后 这个数据包想回来的时候 那么目标地址变原地址 原地址变目标地址 那这时候它的原地址就变成了一个死网地址 所以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要往想往回走的话 1921的8.0这个网段的这个IP肯定就是什么 被废掉 就不能传递了 所以数据包过来是可以的 但是回去是不行 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办法 必须得让数据包在 穿过这个数据包的时候 穿过这个穿过这个路由器的时候 在它发送出去的那一那一瞬间 发送出去的那瞬间 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包从我这边去穿 我打算把它真正去扔出去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再改它的原地址 那所以这时候我必须把SNAT 就是SNAT就是原地址转换给它加上去 加上去的话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数据包穿过去的时候 原地址变成了一个61.1.1.1的这样的一个公网地址 就是我当前的PVP0 就是我拨号上网去以后 获得的那个公网地址 那这个改成了这个公网的地址了以后 那这个映射关系就存在了 保存在我们的这个路由器里面 那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穿过去同样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上 那这个服务器一看 目标地址是我自己的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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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IP地址 那么原地址是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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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原地址 这两个地址都是公网地址 于是的话呢 目标地址变原地址 原地址变目标地址 那这个数据包回来是OK的 就没有问题了是吧 对啊 这个数据包回到这了以后 又因为刚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映射关系 这个映射关系不是被保存在这个 就是路由器这个地方吗 那数据包回来的时候 它自动映射的这个关系就会起作用 把它再转换回什么呢 192.168.0.10 照顶这个四网地址 这个数据包又能回来 所以地址转换的话 你添加的是一条规则 其实它是双向的 双向 你只需要添加一条原地址转换就OK了 来的时候 它就帮我自动转 对 其实的话呢 你真正在设置的时候 就这么一条规则 IP tables GOT T NAT 这是不能省 对吧 然后呢 GOT A 添加一条什么呢 POST Roting 就是 就是刚才那样的 我说这个数据包过来 到了我这边以后 这个我在网出船的那一刹那 我已经经过我的脑子思考了 已经经过Roting了 已经经过路由了 然后我在网出船的那一刹那 然后呢 再去怎么样 再去转换原地址 所以一套呢 叫做POST Roting 然后呢 这个时候 要设置的是什么呢 GOT P GOT GOT 是吧 因为POST Roting 它跟输出的接口是相关的 PRERoting 跟进入的接口是相关的 那输出的接口是PVP0 就是我的这个拨号的这个连接 是吧 等一会儿我再说PVP0怎么生成 PVP0 也就是通过我这个ADSL拨号生成的这个连接 出去的数据包 同时来源地址是192.168.3.0-24 这个网段 对吧 也就是说从这边来的 从内网来的 同时要想从我的PVP0出去的这种数据包 -G 怎么样呢 SNAT 把原地址转换成什么呢 61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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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要把原地址转换成61.1.1.1 这就是SNAT 来源地址转换 Source 是不是 就是可以把我那个四网地址转成功网地址 对啊 那也就是直接从内网来的所有数据包 全部都会被转成这样的一个 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公网地址 端口不变 如果要是你你的IE想上网的时候 一般会分配一个4000以上的端口 随机端口 但是呢 这个端口不变 只改IP地址 端口不变 那这个端口加IP的这个映射关系 会被保存在我当前的这个路由器这个地方 也就是默认网关这个地方 那其实你买的那个小的路由器 也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啊 就是你每回拨号上网的时候 你的IP地址是变的 就不可能总是什么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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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这个IP地址 是吧 我这样的一回车当然可以生效了 是吧 但是呢 我现在必须地把所有的规则先全部都清一下 是吧 首先-T NAT 然后呢 -F清掉 然后呢 再加上大X清掉 -X清掉的话呢 是清掉所有自定义的链 自定义的链 因为有些机器的话 可能不只是你碰过 其他人也碰过 当然你之后可以再去确定一下 -L来看一下有没有额外的链 那同时的话呢 你再去输入一个什么 IPTables-F 清掉所有的filter的链 就是filter这个table的链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X 就是清掉所有filter的自定义的链 这些规则全部清掉 最后的话 你再确认一下 这些东西是不是真正干净的 对吧 嗯 那我这边-C 然后呢 你再去添加这一条的时候 你再去添加这一条的时候 就要注意了 那首先的话 我们去vietc下达cctl.conf 是吧 在这里面把IP下滑线forward 啊 forward给它设成一 是吧 这个 这个刚才已经确定过了 是吧 对 你应该会的 嗯 会吧 会 直接echo一个字到那个 那是立刻生效 下次启动就不生效 啊 这个是直接把那里面那个0改成一就行 对 对把这个什么ipnate.ipv4.ipforward等于1 是吧 是等于1以后的话 再去怎么样 sysctl-p 这样的话 就是让现在的所有的更改完以后的配置文件 里面的值立刻刷上去 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 iptables 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 你每次不可能保证你的外网的地址 一直都是611.1.1.1 那这时候要做做到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扩展规则 叫做MASQ UERADE Mascurate 这是化妆舞会的意思 就化妆 伪装 那也就是说 把ip地址全部都伪装成这个 过往地址 这样一条上去一回车 搞定 这样就可以了 搞定了 你要了吧 嗯 所以的话呢 iptables-tlat 然后呢 这些加postroting 其他都一样 只是 SNAT的时候 我必须得加上具体的一个ip地址 但是我不能确定 每次ADSL不好的时候 ip地址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这时候加了一个Mascurate Mascurate 实际上就是SNAT的一个扩展 这样加 你这个记不清楚 没有关系 记不清楚 没有关系 然后你看一下 你输入一个 你输入一个man iptables 要学会自己去查 自己查上 习惯自己查 然后呢 去查什么呢 MASQ Mascurate 这样的话 大写啊 Mascurate 怎么去拼 是吧 就都有了 清楚吗 清楚了 好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SNAT SNAT的这个扩展 SNAT的这个扩展 所以我们这样做完了以后 那基本上的话呢 你的这个机器就可以正常去 就是上去 就正好不靠出去了 嗯啊 也能让内网的人全部都正常上网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从内网上网 那还少一样东西 还少什么 就是你的那个拨号啊 就ADSL拨号的话呢 你像我们建立一个ADSL拨号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啊 我们知道是PP0是吧 嗯 那这个连接到底怎么建立呢 通常在Red Hat的系统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呢 System-config-network 在这里面的话呢 你打开它以后啊 就是个TY 比方说这个设备 这是一个 TY就是文本用户接口啊 你加上一个-GUI 啊 这样打开 它怎么没有自动打开啊 你像RTL5应该是可以的 这样啊 那么这个的话 你还这个PP连接是吧 就是我创建的 那我怎么创建的呢 我先删掉它啊 那我可以点击new 那我是比方说ADSL拨号是吧 XDSL 这实际上就是PPOE的这个连接的建立的这个向导 嗯 Forward的等等 一步一步输入你的用户名 密码啊 提供商的话 你可以不用去输入 随便输入一个就好了 用户名密码等等 下部下部就创建起来 也就是说在Red Hat的系统里面的话呢 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去启动 那在RTL6的话呢 实际上应该有个什么呢 应该有一个 哎 就这样啊 应该这边的话 应该有类似啊 Network这样的东西 看一下 Network Connect 比方说这边是吧 嗯 哈哈 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啊 就是比方说去添加一个 你比方说ADSL 之类的啊 也是一样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啊 不管怎么样 它的这个 就是说像这种方式的话 它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 啊 它不是根本解决之道 也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机理是什么 不知道机理是什么呢 那就有问题 那你看 我如果要是细节的去说一下 那么就是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包 叫做RP RP PVP OE 这样的一个包 嗯 或者说呢 你叫做什么呢 PVP 啊 你会发觉 它装了个PVP的包 PVP的包的话呢 是用来什么呢 是用来那个拨 Modern 电话Modern 56K的Modern 它不是拨ADSL 所以的话呢 我们要 ADSL的话呢 叫PVP OE OE 然后呢 我们到MNT下的啊 在这里面 RPM -RVH RVH 然后PVP RP-PVP OE 嗯 把这个包装上 这个包装上了以后的话 我们ADSL的东西就有了 你完全可以用命令行的话呢 创建所有的东西 不用用那个图形界面 因为那个图形界面 最终还是要调用什么呢 这个命令行 那命令行怎么做呢 你看啊 嗯 装了这个包以后 然后你输入一个什么呢 ADSL 按一下table键 在RT16里 RT16里面的话呢 只有ADSL Setup ADSL Stop 是吧 但在RT15的话呢 你看一下 首先我看一下这个包的话 有没有装 对吧 它有个RP-PPOE 装了以后的话 你输入一个ADSL- 它有个setup 有个status 是吧 status 还有一个什么呢 start 还有个stop connect等等 那你要想新建立一个连接 怎么建立 嗯 不用那个图形界面 你觉得哪个是正常的 就是那 你翻到up 对吧 ADSL Setup 然后呢 输入一下登录的名字 比方说电信给你的这个名字 然后呢 输入一下什么呢 用哪个网卡来拨号 嗯 然后呢 再输入一下什么呢 这边是额外的一个功能 我 我没有看清楚这是什么功能 然后呢 这边DS服务器的地址 也不用输入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再加上一个通过哪块网卡去拨号啊 哪块网卡接的是ADSModem 或者是小区宽带 小区宽带的话呢 它没有Modem Modem调制解调器是干什么呢 你会发觉Modem一端连接的是我们的这个电话线网络 另外一端连接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这个以太网 那你两种网络是不一样的呀 所以需要一个调制解调器 进行什么呢 两边网络的这种相转换 所以这是ADSL的这个基底 嗯 那PPPoE的话呢 它也可以用在什么呢 小区宽带里面 小区宽带里面的话是 我们现在有一个PPOE的服务器 也就是刚才我装的这个PPPoE RP-PPOE的包 里面还有RPPPOE的sower 对你可以让别人拨号 拨号你 就拨你的这个机器 可以连接你 连接你之前必须的拨号 它可以做到这样的 审核它的用户名和密码 那这样的话呢 意味着你要想上网 必须先输入用户名密码 你比方说你上了两季 有一个人上了二十季 他平时的话上班的话都在看电影 那这时候的话你的领导 就可以拿着这个PPOE里面 记录的这个日志 然后呢给他切出来说 还能20G的是吧 给你扣200块钱 这么一回事 清楚吧 然后呢这时候输入一下密码 然后呢输入一下这个 比方说是否用普通用户可以拨号 yes等等 那最后的话呢 他这边你看这边也有什么呢 就是Mascurate 如果要是你不想去碰防火权规则 你自己会Mascurate那一条 那你就可以选择0了 自己做是吧 对 然后呢现在的话就是说 在启动的时候 在启动的时候是否启动这个链接 那我这边的话呢是no no 然后呢这边是说这些信息对不对 对 你就给我创建配置文件吧 于是的话呢 这边你会发觉有个 ETC下SysConfig当中 Network-Scripts RFCFG-PPP0 既然有这个东西 既然有这个东西啊 既然有这个东西 那就怎么样呢 你可以用RFUPPP0拨号 或者用什么呢 ADSL-START 那拨号 你setup完了以后 就可以用ADSLSTART的 是吧 然后呢 刚才那个是按需拨号 就创建这边的话呢 应该我这边no 好像是按需拨号 按需拨号 这个应该是yes 是否按需拨号 就是有平时ADSL是断的 有人要访问Internet的时候 他才会拨号 这边 那你说ADSLSTART的以后 他就会启动 那如果想让系统每次启动的时候 都会自动去启动ADSL RC.D里面的RC.D Local 是吧 这样设置完了以后 那么系统的话 每次启动的时候都会启动 都会拨号上去 是吧 那这就是ADSL 那RGEL6的话呢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了 没有那个ADSL 你看嘛 对吧 但是呢 他有什么呢 他有这个 PVP OE 杠 SETA PPOE SETA 这样一回车跟那个是一样的 通过他来进行配置 是吧 对 这个就是一样了 嗯 那么 你也知道RFCFG 杠ETH0 里面的那些E 嗯 那么RFCFG杠PPP0 跟那个ETH0是差不多的 启动的时候 要不要激活 啊 啊 这些设置的话就差不多了 这个RGEL6 RGEL6就改名叫做PPOE 杠SETA 啊 不叫ADSL SETA 嗯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机器就可以上网了 就没有问题了 嗯 啊 但是呢 又是但是啊 就是刚才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IPTables 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机制啊 然后呢 怎么样去创建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这个PPOE的这个连接 是吧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说想实现你现在 就是你的头的话呢 给你的那些任务啊 就说我现在想实现啊 什么什么时间 只能访问 什么什么网络 然后呢 什么什么 就是而且要加速 像我刚才这种方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所有的连接实际上都是通过什么呢 都是通过这个 都是通过这个路由器的 那也就是说我有100兆的需求 这边就会有100兆的这个流量 流量是吧 那你这个机器到底 就是三四兆的这个网络 到底能容纳多少人同时上网呢 一般来说 在以前可能能容纳20人左右 20人到40人 当然现在的话呢 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经常能看到 像以前的话呢 大家上网就是看看网页 但是现在你怎么办 你还必须抵要 你还必须抵要说什么 我要看一下视频 对 对吧 我要玩一个小的flash偷菜的游戏 这些的话呢 都是大步头的这个占用带宽的东西 然后呢 你莫名其妙的 你比方说你的360的这个 比方说这个 病毒库的升级呀 还有你的这个 比方说什么 保比的这个flash插件的升级呀 都会带来大量的流量 所以现在的话呢 支持的人数是越来越少 一般10个人左右就差不多了 就是你普通办公用啊 4兆 10个人左右的话就已经占了很多了 那能不能把很多东西缓存在这个地方呢 或者进行访问控制呢 都需要的话呢 额外的一个组件 就是Squid Squid的话 我们知道它是做加速用 它的基礼就是说 数据包在通过这个 这段的过程当中啊 通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我把一定的数据的话呢 缓存在这里面 让第二个人访问的时候 就直接获得这些数据 不要再去什么呢 就是不要再去访问了 对 就是让这条带宽的话呢 变少 就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线路的话呢 这个数据量变少 那也就是说有个人访问一个视频 挺好笑的 那这个视频的话呢 就储存在我的这个服务器里面了 然后呢 不要再去什么呢 不要再去占用一次带宽 每次只需要访问一次就OK 明白了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IPTables和Squade的集成 那我们马上来配一下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